主席 麻煩請金管會鄭主委 請 鄭主委 鄭主委 你今年的2月3號 宣布推動證券市場揚升計畫 所以 我們今天的會議議程 就定為股市揚升拼經濟 你覺得這兩個中間的連結怎麼樣 公委員報告 金管會為什麼會提出股市揚升花 因為過去一項一項在做檢討在開放 但是我們認為已經碰到瓶頸了 那我們其實特別跟你報告 不是為了價位量 我們希望就如同外界講了 我們希望讓我們的資本市場能夠等大人 為什麼等大人 我們希望能夠透明化 能夠跟衝進世界接軌 對啦 但是因為漢文 中文的關係 股市揚升四個是放在一起 你說是為了要健全資本市場 外面的人看到這個標題 都認為你是要拉抬股價 你相不相信 100個人來去街頭訪問 股市揚升是什麼意思 大家大概大部分的人會認為是要上股價 所以你文字這樣子使用 就會使得你原來的目的要健全市場 會被人家誤解 所以 搞不好有人就說 欸今天立法院在開要股市揚升 那是不是看好啊 到家買進啊 證券市場的價格喔 這些股票的價格 長期上來講 它會有帳有跌 如果被這個誤導認為 哇 政府在做多 股市在揚升 那因為做多所以搶進 高點總有反轉的時候啊 所以 在一個交易的週期 如果你把它長線來看 有帳有跌 總是有人 會賺會賠 所以你文字這樣使用 我是覺得 我個人認為啦 這個是有需要檢討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都有充分 跟大家說明 我跟你講 現在的人看記者的報導 都是看標題 詳約內容的人有多少 所以你既然這樣的話 你名字上面為什麼不叫股市 股市的健全方案 股市健全方案沒有人會 也是一樣達到你的意義 但是沒有人會去誤解啊 我認為你弄這個名字 就是有意要誤解嘛 就是要讓人家誤解說政府要做多 那到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齁 我們呢 其實我們原來的文字 我們希望通俗一點 叫轉股計畫 那也好啊 那總比陽升計畫要誤解好啊 對不對 你今天 政府執政者行政權在那種股市揚升 立法院也在報導股市揚升 會有很多人誤解說政府要做多嘛 我只是用一個common sense這樣子 看文字的表面 但事實上你的內容不是說政府要做多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的資本市場要擴大 資本市場要健全 讓這個資本市場的從事能夠更加的方便 對台灣的證券市場能夠更健全 你真正的目的在這邊嘛 沒錯 是啊 但是你用了這個標題我覺得可惜啦 是 謝謝 再來 你今天的報告 你自己講的自己 不會覺得裡面有一些衝突嗎 譬如說你的規劃內容裡面的第二點 積極擴大資本市場 內容叫做吸引國內外優良企業來台上市櫃 打造多元產業特色之籌制平台 你記不記得上個禮拜在這邊我對你諮詢 民國100年的IPO加速是多少 170幾家 民國103年的IPO加速多少 算下60幾嗎 你自己回答的 腰斬一半超過 連自己台灣本身的本土的這個企業 逐漸要著重 要上市上規IPO 加速都已經折半你 腰斬還不止你現在 還講說我要吸引國內外優良的廠商來台上市 你可不可以跟我回答為什麼這三年來 IPO加速會減少一半以上啊 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 整個國內的整個產業的升級 碰到整個轉型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情況 這第一點 第二點沒有錯 我相信 基本上從政經商 台灣國安會反應 有一部分是證手稅IPO的部分 有產生某個程度的影響 好那請問你這兩個問題 你今天的報告解決了嗎 那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問題不是你可以解決的 因為第一個問題你說轉型 轉型是本身企業的 他本身的這個體質健全與否 那我們今天可能沒有辦法詳細討論 第二個問題 還是沒有處理啊還是沒有解決啊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從100年到103年 每下預況 那你今天突然提了一個報告說 我要積極擴大資本市場 要吸引國內外優良企業來台上市 所以 你這個不會覺得很矛盾嗎 不會 金管會能做的部分 我們就有一個金融主管機關 我們不能雖然受限於外界的環境 但我們儘管會能做的部分 我們還是盡力要去做 民進黨從證所稅的案子裡面 就一直在給你反對IPO磕縱稅 你那時候也不講 財政部一意孤行 國民黨團堅持IPO 上市上櫃一定要磕稅 我們在這個地方 言者尊尊講了多少年 說我們預見IPO的 將來上市櫃的數量一定會 急劇的減少 這個不是只有短期政府稅收的問題 當一間體質健全的公司 跑到新加坡跑到香港 到其他市場去上市之後 他的股份會變 被別的國家的人資本所持有 將來企業賺到錢 他的營鎖稅 將來分配在股東的個人 綜合所得稅 都變成人家外國的國家去吸收了 外國國家磕到了 所以你也在這邊跟我回答說 這是短期跟長期的問題 上個禮拜印象還很深刻 我連你的講話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我也記得清清楚楚 是啊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你應該要想辦法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要做到第二點 你在行政院內要溝通 如何解決IPO上市 這些瞌睡問題嘛 鼓勵台灣的年輕企業 多少的人 要創業之初 就虧本死在沙灘上 好不容易有一些少數存活兒要上市 要上市的時候給予重擊 那人家就用腳投票啊 我公司可以到別的地方上市嘛 我公司可以到別的市場去上市啊 為什麼要在台灣玩呢 所以 我在我也跟你講說 在這個地方討論這些問題很痛苦啦 因為社會在仇富 今天搞不好又有人撿我這一段話 一兩句話說你看 吳秉諾又在護航財團 但是我在談的是市場的健全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來講說 你要講第二點 我認為一個誠實的政務官 應該跟報告裡面講 我會在行政院內部溝通 把IPO上市稅收的這個問題 盡量來克服解決 增加台灣市 在這個里方資本市場 大家上市的誘因嘛 跟委員報告 其實一點都不衝突 在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裡面 就是研議合理的交易成本 這部分呢其實 就會在裡面做相關的檢討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 委員請中央研究院 做整體的評估 在報告出來之後 我們會進一步 聽起各界意見 也會來跟相關主管機關 來溝通來協調 是啊 所以我剛剛在聽你報告的時候 我就在這方面標了一個稅 政所稅的問題喔 疑惑無窮 到現在還在影響了台灣 這個資本市場 還有非常大的影響 你的這第15項 研議交易合理交易成本 也不過就是要研究到底交易稅 跟證所證交稅 證所稅以及這些上市櫃的 低市的科稅到底要怎麼處理 是 研議 執政者的任期有限啦 你們的任期大概就剩下 不到一年啦 因為最後面四個月是看守期 你現在要研議 什麼時候要解決 跟委員報告喔 那你的研議 很多人看起來會覺得可怕 因為這裡面 恐怕如果研議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再另外要再掀起一次 證所稅的波蘭 跟委員報告 如同非常謝謝財委會 把證所稅的延後的 大戶條款延後了三年 延後了三年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時間 委請中研院做一個非常客觀的 一個研究之後 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 相關的交易成本的相關制度 那你要研議這交易成本的制度 是你委請財政部有跟你一起嗎 因為稅是財政部在管啊 但是如果你 你研究的結果財政部不認帳 現在我們台灣的 執政者就常常中頭馬車 部會之間的政策是互相矛盾的 大家的政策目標沒有一致 左腳向前右腳向後 政府不摔倒才奇怪 所以 照你來講你這第五十五項的研議啊 這應該不是只有你 金管會的案子啊 因為這個研議的交易成本裡面 有很多是稅的問題 財政部要參加在裡面 甚至要由行政院來主導才對啊 跟委員報告整個相關報告 初稿之後 會邀請相關部會來做相關的討論 你研究好了之後財政部 懷疑說你都 全部都設計好了你們自己研究好拿出來要我追認 到時候又發生了這個 部會之間的局 跟委員報告研究其實 這是個客觀事實的呈現 因為會比較各國的制度 其實這個東西到時候是個客觀事實的呈現 好啦我是苦口婆心 謝謝 真正要解決的 是資本市場上市擴大 所以我認為我們的意見還是 希望你們能夠多多參考 IPO的那一部分你不好好處理 將來台灣的政權市場上市的加速一定會繼續萎縮 謝謝 謝謝委員提交謝謝 謝謝 好 謝謝二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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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